嗨 早安 我是美樂 我是阿灘 然後我們今天要到東京的京郊 我們搭這個 搭電梯上去吧 那在東京有幾個熱門的京郊景點 像是清景澤 像是穿越 像是蓮倉 日光是其中一個 那要去日光的話就是會在前草這邊搭車 3點43 讓我千萬不要出貨 我們買到票了 這個7月15才開始的 Special X 到日光了 這Special X 是在今年7月15號才剛開始的 觀光火車 那它是從前草出發 然後會搭到日光 或者是可以搭到鬼怒溫泉 記得就是一定要在前一個月 出發前的前一個月的早上9點 就可以開始訂票了 因為這個票真的非常搶手 然後我們今天來 因為時間太晚了 然後沒有訂到車票 所以我們決定明天才出發 所以我們就訂了明天的票 因為我們剛才在這個 Information Center裡面 我們問了一下 他們裡面的人 會講英文會講日文 有很多會講中文 他們跟我說 你們去日光的話 可能半天不夠時間晚 所以我們就決定 我們改了明天的票 我們又麻煩他們說 可以幫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Special X的票碼去城 他就很認真在幫我們查 然後查了沒有 都滿了全滿 所以要訂這個票的話 就是一定要出發前 就先訂好 出發前的一個月 早上9點 一定要先上網訂 連結我把它放在下面 但是後來我們就訂了明天7點的去城的票 然後呢 我們想說 怎麼辦 那我們沒搭到Special X 他又很認真在幫我們看 回城有沒有Special X的票 對 我們都沒有想到說 回城也可以搭 然後他就幫我們看到了一個 3.50幾分的回城的票 對 是有Special X 還剩下三個位置而已 可是我們的位置是分開的 可以了 對 那這一個呢 是玩日光的一個地圖 那我們從前草 要搭去日光的話 票價是1400 但是因為如果說 我們要搭快車的話 就要再加一個快車的票 那快車的票是1600 那所以我們的車票呢 就是1400加上1600 這個是我們搭 一般的 不是Special X的車票 那如果說搭Special X的話 價錢他只有差 300還是400日幣而已 就是非常便宜的日幣 所以有的搭這個 一定要搭這個 聽說很漂亮 那日光日本觀光局呢 他們有推出一個 公車票的套票 因為日光主要的呢 就是在這一區 這一區是城市區 就是你要去逛一些世界遺產的話 就是在這個 紅色格子裡面 那右邊呢 這邊是一個叫 鬼怒川溫泉的地方 那這邊就是有些瀑布啊 有泡溫泉的地方 然後進行路線 然後左邊呢 左邊這邊有個中產湖 所以他們會建議我們買 火車票加上公車的套票 那套票呢 這就是價錢 對 全區這個價錢 如果說半區的話 就是這個價錢 因為如果說要在當地 才決定要搭車的話 買那個公車票 一趟好像就要一千多 非常貴 所以建議 如果說到那邊 一定要搭公車的話 就一定要買套票 那因為我們是騎腳踏車 所以我們就只有買車票 那他這個套票呢 除了公車之外 他還有包含這個環湖的船票 所以其實 如果說有這個計畫的話 買這個是非常划算 那我們明天呢 我們就會去日光 那回程呢 幫大家開箱一下 這個Special X 那尤其是接下來 因為楓葉季快要到了 所以這個會非常熱門 搶手 所以要踢上地 好 那我們就期待明天再出發 我們現在要去冬禮日光了 我們今天就要去演的特餐車 我們今天就要去演的特餐車 這裡 你看這個 很多人就會去日光看楓葉 非常漂亮 接下來楓葉季要到了 好 我們現在上車了 然後我們搭的這個是特餐車 所以要加1600日幣 然後我們之前上網看的時候 他這種車也是Special 我們就搞不清楚Special 或Special X的差別 這樣子 等一下回程的時候 才會搭那個新的Special X 所以在網路上要先訂票的話 如果說看到Special的話呢 就不是新的那種X的車子 對 然後這是我們回程的票 我們一直先買好了Special X的票 然後你看 我們回程跟去城 只差了290円而已 一個人 讓我來開啟動 點站東武日光站 中心來線 鑫城鑽 外面好多人在騎腳踏車 他們是準備他們的腳踏車嗎 他們也是 他們也是帶他們的腳踏車過來 然後準備要騎 好啦 我們提到東武日光站了 然後我們今天會用騎腳踏車的方式 來玩這一區 我們現在在這一區 然後他這邊還有另外一區 是溫泉區 然後還有湖邊這一區 所以我們會從這一區 然後騎到這個湖 然後再騎回來這樣子 那日光呢 是在日本關東的一個旅遊景點 距離東京車程的話 我們只達兩個小時 很多人會來爬山 然後這裡有湖泊 然後有瀑布 然後跟神社 像是日光東少宮啊 惡荒神社啊 滑煙瀑布啊 在這邊都是很熱門的一個景點 要泡溫泉的話呢 就是日光溫泉 跟葛瀑川溫泉 那這邊也被列為世界遺產 他這邊要玩的話呢 就是打工車 那打工車的地方呢 就是在這個 東武日光站的對面 因為像昨天的話 帳務人員他們就有跟我們分享說 因為搭這個車滿貴的 所以建議來這邊的話呢 就可以買套票 那我們現在要準備從車站這邊騎去中禪寺湖 對 嗨 這裡感覺比較有車友耶 Thank you 然後騎到那邊大概20公里 對 那我剛才用Google Maps導航 就沒有看到單車的路線 我們在這個車站呢 的海拔是540公里 中禪寺湖的海拔是1200多 所以爬升大概是700多 爬升也有700多耶 對 還沒穿車衣耶 對不對 還以為是輕鬆騎的路線 然後我剛才也有去問 在這邊騎車的日本人 他們說騎過去是一條OK的路線 在這裡一出站啊 就會看到有幾個車友 難得在日本看到這些車友耶 看起來這是一個不錯的路線 對 都是日本人 對 車友會來的路線 然後在這個外面啊 也有很多一些逛的點 所以我們就先去中產市湖 然後回來我們再來逛這些地方 對 我們先去湖邊 那我們現在時間是19點半 那我們來看看氣上去 大概會花多久的時間 我們現在來的時間是9月 然後所以現在天氣就不會太熱 不過太陽還是很大 但溫度感覺蠻舒服的 這邊有個神社 哇 接下來進入10月11月的時候 就是日本的秋天 這裡就會變成一片紅色的 就是非常美 所以那個Special X 那個的車票呢 就要趕快買 會非常搶手 其實我們現在買 就已經很搶手了 剛剛就有一個 那邊可以登山的入口 對 這邊也很多進行步道 很多人來這邊派一個 對 很多人都穿著登山進行的衣服 來這邊進行 要到那個寺廟那邊 走 所以日本郊區的這種路線啊 真的是又直又長又寬大 好好騎喔 然後我們現在轉到這個120線到這裡 然後這邊的指標都還蠻清楚的 而且沿路還都有便利商店喔 好我們現在騎了大概9公里了 對 差不多快一半了 對 它這一路上都 路非常的大 對 很好騎 然後緩闊 剛剛有一段路 我覺得很像從第一中心 背到人質觀的那段路 對 就是有山 然後有一些溪水這樣子 沒有想到我們今天會流這麼多汗的行程 我們轉錯了 那一座功課 我們再往前走一點點呢 會有一個parking 然後跟廁所 好 我們再去那邊再休息一下 好嘞 看一下我們東西吃好了 我們現在到了這裡 這個地方 然後等一下就會有一個岔路 這個是單行道喔 然後下山就這樣子 然後下山就這樣子 在這個休息給大家 他們有販賣機 我本來以為會游的 但我在前面看到有一個 類似銀水機的地方 我不太確定它是 這個水溫的河 然後我有問 問他們這邊 他們是說可以 這裡開始有轉彎了 可是這裡的轉彎 也都沒有像台灣那麼陡 在這裡 到了這個 到這台的地方 就是這十二個碗 所以快到了 這是第一個 我們現在騎到黑子亭長萬台這裡 騎了15公里了 現在最後5公里 這裡的view就已經很好了 你有看到路邊有一個牌子 一個牌子一個牌子嗎 有啊 我記得它騎到15 那個牌子到15的時候 就會到這邊 它這邊有寫 我們現在海拔在1173 對應該是寫日本的100條道路之一 所以很多車友呢 他們騎到這邊 會來這邊喝酒 剛經過那個隧道超長的 將近有一公里 它上面有寫920公尺 對 所以 後燈還是一定要帶燈 對 然後我們經過這個隧道之後 它這裡有一條老街可以逛 對 那左轉呢 就是中山寺湖 而右轉的就是老街 我們先去中山寺湖那邊 然後再回來老街這邊逛一下 好 好 現在11點快要半了 然後我們騎了3個小時 到了中山寺湖這裡 那這個是在日光最具代表性的景點 然後標高有到1200公尺 然後它的周長呢 有25公里 它這個湖的一圈周圍呢 有幾個神社 非常有特色的神社 那來到這邊呢 他們都會去那邊拜拜 或者是呢 他們會去參加那個遊湖 坐船的行程 對 那你這趟路騎起來 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很好騎 路非常的大條 而且它沒有太陡 就是環圈 環上貨這樣子 而且它是 它上來那邊是單行道 雙條路的單行道 所以車子也不會離我們很近 我覺得真的很舒服 那其實沿路呢 我看有7到11%左右 就是比較陡的那邊 那個就是那邊 那沿路上也是有一些車友在騎 但我相信在台灣騎過車 來這邊會覺得很舒服 因為就算那個抖抖抖那邊 還是沒有到台灣那個 對 都沒有到很陡 對 不錯 是個舒服的路線 對 我們現在來這個中禪寺湖 這邊中禪寺 然後這邊門票一個人是500塊錢 我們進去 嗯 走 你看左邊 炎命水 這裡很多觀音像 對啊 沒錯 這個中禪寺是在西元的七八四年 由日光的開山聖旅 在這邊建造的 然後據說它在中禪寺湖上面 看到菩薩 觀音菩薩現身 所以它在這邊的 有一個木頭上面 這邊的特色就是 它在一個木頭上面 雕刻著 它看到的觀音菩薩的樣子 你等一下有沒有看到 它這個觀音菩薩 跟你平常看到的觀音菩薩的樣子 不太一樣 哇 裡面很莊嚴耶 嗯 很安靜 對 感覺 感覺很好 那個觀音菩薩的那個 那尊 佛像 那個感覺氣場很好 很peace 對 這個下坡比較陡耶 這個下坡比較陡耶 呵呵 哇 這裡好多彎路喔 下山啊 剛剛下山的路段 比上坡還要陡很多耶 然後這裡就是我們剛剛 稍微休息的地方 然後一分層 左邊是上山 右邊是下山這邊 好 我們現在下華厚 來到這個 Nuco Cafe 這一間呢 是在東造宮附近 我們先來這邊吃個東西 對 很可愛的一間咖啡店 對啊 是一個 舊日式的一個老宅 對不起 那我們進來這個日光咖啡裡面 它這裡面就是一個老宅 這個氛圍 很可愛 它這裡面的餐點啊 主要是咖啡為主 你看它這裡很多種類的咖啡 就有分好多夜 然後還有一些軟性飲料啊 茶啊之類的 一片一片它就有 起司蛋糕啊 Disco啊 然後我們點了這個 Fruit Tart 今天的口味是梨子 我點了 附飲料的Site這樣子 然後它還有其他的 像是咖哩飯 還有青石還有這種 這個法國是不是也要吃這個 法國是不是也要吃這個 其實這裡有名的飲料啊 是咖啡 冰淇咖啡之類的 還有很多種類的咖啡 然後我們是騎完加車 想喝一點冰淇 就是一點蘇打 我點這個梨子排啊好好吃喔 然後它還有藍莓的cream 然後冰球冰淇淋 焦糖冰淇淋 很好吃欸 我覺得比我們在法國吃的那家 還要好吃欸 對 它這個很脆 而且很香 還有一點是 它還有加胡椒粉 那胡椒粉好香喔 我覺得 而且它這個蛋的熟度 剛剛真的好吃 非常好吃真的 而且它冰好脆喔 對 它這個冰真的很脆 就不會到小冰淇淋 冰淇淋就開了 然後吃掉 對我覺得它就是 有軟有脆 對 軟硬適中 非常適中 現在吃完午餐之後 然後我們到它旁邊這裡的這個歷史雨季 日光的東照宮 這邊 那這個東照宮呢 它是供奉德川家康的神社 在這個神社呢 你可以看到很多 金黃色雕刻 很漂亮 它就是這個東照宮啊 要買票 想要一個大人是1300元 如果要住到來的 1500元 現在這種東照宮 要買票 在這個地方 就要買票 有很多人 要買票 那些雞 都要買票 要買票 那些雞 都要買票 然後還買票 那些雞 是 要買票 一家 有很多人 都要買票 那些雞 都要買票 都要買票 好 吃 早7 我們現在回到火車站的旁邊這裡了 然後這裡有一個人行燒的店 然後我們買了一個小的行燒 它還有不同種的造型在這裡 它這裡就是有三個猴子的造型 誤看、誤說、誤聽的造型 好,那我們現在搭3點43分的這一台Special X 在第四月台 走走走 今天的最後我們的日光靈智旅行最重要的動力 就是要來搭它最新的Special X 你看它這個連窗戶都有X耶 你看這邊就也看得到 這是它的其中一種長等 獨立的一個小房間這樣子 小包廂長等耶 這裡還有另外一種包廂 是這樣子的 它這裡有分很多種不同的長等 不同的包廂 所以有些人會建議說 誤你去塵回塵的時候做不同的 但其實現在感覺好像只要能訂到 就是覺得很不容易 然後在最後兩節車廂 它還有這種不同座椅的 看起來好像是商務艙的車廂 好像比較大 前面的是兩個兩個的位置 然後這個是兩個一個 所以它位置又比較快 這好像不會是有旁的吧 哇,這最後一區又不一樣了 這也是餐廳嗎 呵呵 還真的有餐廳耶 對 對 這廣座五號 從這個後面卡的位置 兩排車放在那邊 我們剛剛進去啊 他說這個一號餐廳要不然 只能於一部一號車廂才能夠使用 然後到了某一站之後 才可以給其他人的使用 好,那我們現在準備要搭火車 回去前朝了 因為我覺得東湖日光這個地方 它有很多的寺廟跟景點可以來逛 我覺得這裡騎腳踏車也非常的適合 那我們這次呢 還有很多的景點沒有去到 像是還有一個叫做鬼門窗溫泉的地方 然後還有一些神社室呢 如果說想要知道更多景點的話呢 可以在前朝的舞台那邊 你可以看他們拿旅遊的地圖 這裡也滿多車友的 所以喜歡騎車的人也滿適合來這邊騎的 然後它這一區還有一區是溫泉區 然後溫泉區也滿多住宿的 所以也滿適合兩天一日的旅行 那我們這支影片就到這裡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 ницыvalue 雷 раза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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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